好 这一波发配下去的疫苗预计15号开放施打 但是各县市规定的长者接种年龄不太一样 像是双北市 基隆还有台南等县市 都是规定85岁以上的长者为优先 但如果是在宜兰 首批必须要达到88岁以上才施打 而在台中 彰化 花莲以及台东的部分 则是75岁以上就能够施打了 显然各县市的标准都不太一致 预约方式也不一样 让民众有些混乱 有诊所医师认为主要跟各县市 所分配到的疫苗数量不同有关系 而且每个县市的长者的人数也不尽相同 分配的疫苗数量更是不足 才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月初日本政府赠送台湾的124万剂AZ疫苗 目前已经配发到各县市 不少地方政府从12号开始 让长照机构等单位施打 而第六类的年长者预估人数多达150万人 是7类对象当中最多的族群 预计会在15号陆续接种 只是各县市规定的优先接种年龄不同 一一搞的民众有点补萨萨 因为这个疫苗的分配量跟县市的老年人口数不同 而有不同的措施 首先来看看85岁以上优先施打的县市 分别有新北市 基隆市 台北市 苗栗县 云林县 嘉义县市 台南市 以及屏东县 桃园市首批则开放81岁以上长者施打 宜兰县首批要88岁以上 新竹县高雄市87岁以上先 其余县市的年长者则一律是75岁以上优先施打 预约方式也不一样 台北市使用手机网络预约 里长再用纸本方式通知接种顺序 至于新北市区公所已经在官网公告 里民接种地点 其他盛事则是靠区公所或里干事通知 部分地区卫生局会直接联系 很混乱 造成民怨很多 这主要的问题就是说 我们目前没有做一种超前部署的事先规划 导致匆匆上路 我国疫情正严峻 疫苗终于开放施打 只是对于长者开放施打的年龄和预约方式 却都由地方政府自行决定 全国规范不同一 难免让民众觉得有些混乱 记者台北综合报导